同学们好 欢迎回到交通运输工程翻译课堂 随着国际信息交流的需求日益加强 国内翻译服务市场日益繁荣 根据中国翻译协会最新发布的 2020中国语言翻译发展报告 2015到2019年 国内语言服务行业产值稳步增长 从2015年的282亿元 稳步上升到2019年的384亿元 同时翻译需求总体不断攀升 翻译教育发展迅速 翻译评价体系也得到进一步完善 翻译的重要作用 翻译服务产业的良好发展 催生了翻译规范的产生 即建立行业服务标准 标准的制定 既为了规范企业的行为 又可以方便社会公众 对业内行为规范的识别和监督 从2003年起 中国翻译协会陆续推动 制定了21步标准规范 其中三步翻译行业国家标准 五步翻译行业团体标准 十三步语言服务行业规范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三步翻译行业国家标准 2003年发布了 翻译服务规范第一部分 比译 该标准于2008年7月进行了修订 2005年发布了 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 2006年翻译服务规范第二部分 口译 五步翻译行业团体标准 2016年翻译服务比译服务要求 2017年口比译人员基本能力要求 2018年翻译服务口译服务要求 2019年翻译服务培训要求 2021年口比译服务计价值栏 另外还有13步译言服务行业规范 比如2011年 本地化业务基本术语 2013年 本地化服务报价规范 2014年 笔译服务报价规范 同年发布了 口译服务报价规范 2018年 语料库通用技术规范 2019年 议员职业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 2021年 司法翻译服务规范 除了以上21步 还有一步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这步国家标准 是由上海渔委和北京渔委推动制定的 2017年 由国家自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 以上四步国家标准的出台 加快了中国翻译服务标准化的进程 推动中国翻译行业 向规范化管理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而多部行业团体标准 行业规范 这是根据行业需求制定 作为国家标准的有意补充 对于规范语言服务发展 起了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 我们重点来看看 翻译服务规范第一部分 笔译的主要条款 第四章 从业务接洽 业务标识 业务流程 质量保证 资料存档 用户反馈 质量跟踪 责任等方面 对翻译服务规范做了要求 业务接洽 将接洽类型分为门市业务 和批量长期业务 并规定了接洽内容 接洽内容是翻译公司 根据多年的经验和翻译服务的特点提出的 由于词汇的寓意在不同专业 不同应用背景下是有区别的 所以翻译服务非常强调顾客 与翻译服务方的沟通和合作 记录业务的语种和译成核种文字 意见使用的目的 双方认同的记制方法 约定的收费价格 意志的实现 意见的规格和质量要求 专有和特殊的术语 准确的译文称谓等 都是顾客与翻译服务方 沟通和交流的必要内容 4.2.4提出了业务接下的特殊事项 比如附加服务 署名和原文背景和专业术语 尤其是顾客应提供的相应资料和支持 顾客与翻译服务方 应在翻译服务前 约定好此条特殊事项 以利于双方的合作 记制方法 记制一般以中文为基础 在原文和译文均为外文时 由顾客和翻译服务方协商 计算机机制 按文字处理软件的技术为依据 通常采用中文字符 不计控格 翻译服务方要妥善 保护顾客的原件 不得遗失误悔 发生不可抗力除外 翻译应使用原件的复印件 审核 审核是保证翻译服务质量的重要环节 一文用完整包括原件的角柱 附件 表格 清单 报表和图表等 不得物译 缺译 录译 跳译 对精识别 翻译准确度把握不大的个别部分 应加以注明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条款中规定 一文的质量保证期 为交易件后的六个月以内 翻译服务方 应指定专人 对用户返汇意见 进行登记 整理 并针对返汇意见 进行整改 质量保证条款的制定 从保护顾客的利益触发 加强了翻译服务方的责任意识 资料存档 翻译服务方所承接的资料 翻译工作完成后 其相应的原件复印件 翻译稿 审核稿 打字稿 刊物表 样本 等相关资料的最短保存期 为12个月 所有翻译服务企业 要为用户保守商业和技术秘密 不得向任何第三方 透露用户的商业或技术秘密 翻译服务行业标准和规范的制定 为保护顾客与翻译服务方的权益 明确双方的需求和责任 提供了技术依据 使得整个翻译服务市场 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作为未来的翻译从业者 我们要自省 自律 自觉 遵守翻译服务规范 努力为提高 全行业的水平而努力 课后请大家研读 2006版 翻译服务规范 第二部分 口译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